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知道 我们请5号的阿姨来回答一下 我知道我们家的巷子里面是毛型椅 还有全毛的椅子 毛鸟翻来堵猪 它是什么原因呢 翻来去看了个小虫子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虫子 好的 那么到底是哪种虫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为什么会吃咱们的衣服呢 咱们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来告诉你 好 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曾小鹏博士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曾老师请坐 咬坏咱们这个衣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虫子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后面的这个图片 就是这个黑黑的虫子 黑皮 后面这个字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我们现场观众朋友有认识的吗 都不认识 那还是请曾老师给咱们借个蜜 到底叫什么呢 这个字呢叫肚 肚 黑皮肚 黑皮肚 那么黑皮肚呢 大家看的事实上是一个成虫 黑皮肚的成虫带壳的 带个圆壳 黑皮肚的成虫 那么事实上的黑皮肚呢 是一个最常见的衣物类的 就是纺织品的一个蛀虫 害虫 那么其实它危害最大的还不是成虫 它的幼虫危害最大 那么幼虫可能大家没见过 没注意 那么幼虫的样子呢 有点像苍蝇的蛆 但它颜色呢是褐色 就是它的样子呢 有点像银蛆 但它的身体的颜色呢 是红褐色 而且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它的幼虫的尾部呢 一般呢带一个一束长长的毛 所以呢 这个特征呢 非常明显 那么黑皮肚 刚才讲的是 纺织品害虫里面呢 有几大类 一类是皮肚类 那么除了黑皮肚以外 还有花斑皮肚 还有小圆皮肚等等 那么还有一类呢 是衣蛾这一类 像木衣蛾啊 黛衣蛾啊 这也是纺织品害虫 还有一大类叫做衣鱼 就是衣服的衣 鱼虾的鱼 衣鱼类 主要分为这么三大类 那么今天呢 可能重点给大家介绍呢 黑皮肚 黑皮肚呢 是一个我们家庭里面 可能最常见到的 一种家庭的纺织品的柱虫 老师这种虫子 跟在这个梳里面的 还有米里面的 是不一样的吧 黑皮肚呢 有点特别 它除了是主要的纺织品的害虫的话 黑皮肚其实也是粮食害虫 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米啊 面啊 那么黑皮肚也是一种害虫 所以对 黑皮肚里面呢 它除了是纺织品的害虫 它同时也是粮食害虫 老师我很好奇 衣服当中的这些蛛虫 这些黑皮肚 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确实就是很多人很奇怪 我们家里都很干净 从哪来的呢 我想有两种途径 一种途径呢 可能就是从外面携带进来的 包括我们购买的物品啊 包括我们购买的一些衣服 本身它可能就携带了 携带了它的虫卵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途径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有些粮食 我们家里面的一些粮食 比如说黑皮肚 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花斑皮肚 有些皮肚呢 它本身呢 也是粮食害虫 它本身粮食害虫 也容易带到家里面来 这么呢 就把这个蛛虫呢 带到我们家里来了 老师哪些衣物 是它最喜欢吃的 一般来讲呢 蛛虫呢 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纯羊毛的 因为它主要是以这些 纯天然的这种羊毛的植物呢 为食 来注食它 还有呢 很重要的一个是 动物的皮毛 那么动物的皮毛 也是这些蛛虫最喜欢的 当然家里面相关的那些东西 就很多了 比如说地毯 是吧 如果说羊毛地毯 那么也是 蛛虫喜欢 注食的一个场所 那么对付这个衣服 蛛虫 大家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办法 我来问问现场的观众 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 大家 我们请6号的阿姨回答一下 我们现在都是一般都用 那个薰衣草的那个包装的小包装 挂了衣处理 还有别的办法吗 就是像那个小 在餐厂的 买小张脑丸 买的张脑丸呢 是一包 它是大的 然后呢 我回来把它拆拆小的 小的一个个 把笼纸把它抱起来 摆了衣裳里 摆了全毛衣裳里面 然后呢 就好了 就再也没看到了 是这样子 我们刚刚观众朋友已经说了 大部分都是用一些这个 蟑螂丸 房住剂 然后有的呢 是挂在这个衣帽间里 有的呢 是放在衣服的口袋里 老师 这种方法可取吗 是这样 那个目前的房住剂呢 大家在市场上 见到的房住剂呢 大概分为三类 一类呢 就是叫天然蟑螂 天然的蟑螂 那么一般天然蟑螂呢 不容易获得 因为天然蟑螂呢 一般要求是要 有五十年以上的蟑螂 所提取的精油 那么来提炼出来的 所以呢 价格也比较贵 也不容易获得 这是一个天然蟑螂 那么现在还有第二大类呢 叫我们叫合成蟑螂 那么主要是以凶贴油 作为原料 来进行合成的 那么合成蟑螂呢 目前在房住剂里面呢 也大量的使用 那么合成蟑螂呢 但是有一个问题 合成蟑螂呢 一般容易使 针丝这一类的物品 或者是白颜色的物品 如果这一类物品 如果跟这个合成蟑螂 接触以后 那么很容易 变颜色 比如说白色变黄色 是丝绸的颜色 改变它的颜色 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用的房住剂比较多的 如果我们在市面上 买的那个房住剂比较多的 最大的一类是什么 对阿路本 就是对阿路本的 这一类的产品 是用对阿路本呢 它既是一个房住剂 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粗臭剂 所以大家闻到 那个对阿路本的味道的时候呢 它的刺激性的味道 比较强烈 所以这几类的 这个房住剂呢 都是非发性的 怎么来起到房住的作用呢 它都是主要让 这个药物来非发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刚才观众都讲了 一个各种方法 那么其实最正确的 使用的方法 这个房住剂应该怎么使用呢 第一个呢 如果是放在衣柜里面 箱子里面 应该是搁到哪 搁到四个角 这样呢 不要有衣物给它遮盖 那么经常有朋友 就是观众朋友 就是为了保证 它的房住效果 我是一件衣服里面加一个 一件衣服里面加一个 是吧 一层一层码 那么这样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可能呢 不利于这个房住剂的飞花 因为你压着它 它就散发不了的气味 所以会影响房住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合成蟑螂 如果这样跟衣物 特别是跟你针丝类的 或者白色的衣服 直接接着的话 可能是指你的这个纺织品 你的衣服变颜色 第三个呢 如果说衣物跟这个防住剂 太密切接触的话 那么接触的量过大的话 可能我们穿上以后 跟我们的皮肤啊 有点安全的隐患 所以这三个原因呢 所以我们呢 就是说防住剂的使用 只有两种合适方法 要么就是放在这个四个角 让它很自然的飞花 再有一个呢 如果在衣柜里面悬挂 给它悬挂起来 那么这是一个最正确的防住方法 当然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经常也见到朋友 把那个防住剂买完以后啊 因为防住剂外面都一层包装 有一个透气纸包装的 有的人把那个纸湿了 我给它包装来用 那么建议大家呢 不要把这个透气纸湿了 这个透气纸呢 事实上是控制它的飞花量的 这个透气纸是有作用的 那么一方面保护你 不要直接接触到这个防住剂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控制药物的飞花量 所以呢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 不要把这个包装纸拆了 当然还有一个 使用防住剂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 一定要按它的使用说明 就是不要过度的使用 说我防住剂是不是越多越好 最后衣柜里面有时候特别熏 经常我们看放很多防住剂 这样呢 刺激性太强了 对我们人体健康了 也会有影响 所以呢 建议大家呢 一定要按说明书的建议 来使用防住剂的用量 老师像这种黑皮肚哈 比如说它闻到这个张脑的味道 还有这种防住剂的味道 它是会死掉吗 防住剂是这样 那个黑皮肚接触到这个防住剂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两个作用 如果龙度大的时候 会引起黑皮肚死亡 嗯 还有一种情况呢 它接触到这种气味 熏完以后呢 它会抑制它去食 哦 就是它失去了这种食欲了 嗯 它就不再注食你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经常人看见 就是它可能你看到那虫子还没死 嗯 但是它已经丧失了这种注食的能力了 嗯 所以主要是起这两种作用 是 那这样我们今天现场呢 也把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几种防住剂带来了 请老师给我们点评点评 好 我们现在手上拿到两种呢 是最常用的 那么这样一种呢 是由合成脏脑 那么这里强调一点 就是原来啊 大家老一辈的人都知道 原来那个脏脑叫什么 叫卫生球 嗯 那是因为卫生球呢 是一种特殊的味道 是由耐来制成的 但是这个卫生球呢 这种耐制品呢 因为对人体呢 危害比较大 被认为是一个致癌物 所以呢 耐呢已经在90年代初呢 那已经被禁止使用了 所以现在呢 大家经常见的呢 有两种 一种呢 这里标注呢 是蟑螂 而它蟑螂的含量是94% 那么这个蟑螂呢 拿出来直接就可以用了 当然蟑螂里面 我刚才介绍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天然的蟑螂 嗯 那么还有一种呢 可能就是合成蟑螂 嗯 那么在合成蟑螂的使用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 不要跟丝绸和白色的衣服接触 因为它可能会是颜色变黄 嗯 它这种就直接放在柜子的角落 就可以了 对 直接放在柜子的角落里 这个蟑螂的含量呢 是94% 啊 那么还有一个更常见的呢 可能就是 呃 对阿路本 对阿路本呢 是目前最常用 也是防住效果 目前被认为是最好的 嗯 一个防住器 大家买这个对阿路本的防住器的时候啊 有几个注意点啊 第一个呢 大家都看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买防住器 看不看含量 看不看有效成分 嗯 那么买对阿路本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含量 越高越好 嗯 就是它的纯度越高 比如说这里标注的是99.5% 嗯 纯度越高 那么它的杂质越少 可能对人的影响也越小 对人的危害影响也小 所以呢 买这种对阿路本的防住器呢 建议大家买纯度越高的 嗯 比如说我买99%以上的 嗯 含量是99%以上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现在一般对阿路本 我们都 国家都要求 要有给消费者呢 一个推荐的使用剂量 比如说它这一名就写了 每立方米 使用多少 40克 所以我刚才讲了 这个防住剂不是越多越好 嗯 一定要按它的推荐剂量来使用 那么像这种 对阿路本的防住剂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包装拆开来 它里面都有一个什么 包装的纸 透气纸 里面是小包装的 对 像这样有一个小的这种透气纸 嗯 那么大家呢 不要把这个纸撕掉 嗯 它这个纸呢 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 那个一个是让你不要直接接受到药 嗯 还有一个呢 就是控制飞发量 让它缓慢的 对 缓慢的飞发 嗯 如果你可以比我放的衣服四个脚 等它飞发完了 没有了 让我再进行更换 哦 采用这样一种方式 嗯 所以这个防住剂呢 要注意这么几个使用的方法 嗯 老师像这种 这种是张老球吗 呃 这种是张老球 我们看它的成分呢 主要是看它的 一般的看它的那个 这是香木球 嗯 它一般可能是有的是张木 嗯 那么它用来悬挂的 那么用这种装木呢 它可能这种有一定的 呃 驱虫的效果 嗯 但是真正如果你的衣物里面 已经有了驻虫 嗯 那么用这种 可能效果就很差了 哦 可能就基本上起不到 呃 杀死或者是抑制 嗯 蛀虫 蛀虫的这个作用 嗯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小 对 而且它的飞花的浓度 嗯 它的剂量 就达不到 那个 我们消除这个蛀虫的这个目的 嗯 说完了这种黑皮肚哈 咱们接下来来看一段视频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 检测满虫的生物实验室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检测数据 哎呦 我没想到这更恶心 太脏了 怎么比刚才那个还脏 虽然结果和张先生的预测一样 但看到这样的画面 他显然也很惊讶 而刘女士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此时 他们也和电视机前的你一样 想知道这其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刚刚看这个虫子就是满虫 其实在咱们生活当中特别常见 我们每个人经常都听说家里有很多很多的满虫 那老师这个满虫它到底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说到满虫其实我们很容易忽视 那么之所以容易忽视 是在所有的虫子里面 很多虫子里面只有满虫我们看不见 很多虫子我们能看见 那么满虫大概只有0.1到0.3个毫米 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 但是满虫大量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居家环境里面可能都有满虫 所以它的危害主要表现几个方面 因为满虫的种类不一样 那么比如说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尘满 那么尘满是一个很强的过敏源 尘满的本身包括它的排泄物 包括它的一些尸体 那么都是一个很强的过敏源 所以会引起什么呢 会引起一些过敏性的皮炎 过敏性的鼻炎 那么甚至导致过敏性的哮喘 老师刚刚提到了 咱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过敏都跟满虫有关 我们列举了一些我想来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 大家觉得哪些这个问题是跟满虫过敏有关的 你看有九糟鼻液青春痘过敏性鼻炎 每次抖动被褥或者整理衣柜的时候 就打喷嚏流鼻液还有类似蚊虫叮咬但是非常痒的红包 大家觉得哪些跟满虫有关呢 谁来回答我一下 好我们请这个七号阿姨回答一下 那个九糟鼻 嗯 还有一个最下面一个类似蚊虫叮咬的那个 哦非常痒的小包 这个也是跟满虫有关 嗯 还有不同答案吗 好前面的二号阿姨 过敏性鼻炎 打喷嚏咳嗽 打喷嚏咳嗽 嗯好的行 请老师给咱们公布正确答案 这个观众朋友说的都基本上都是对的 都对 那么九糟鼻呢 实际上是讲到满虫的时候 满虫呢分很多种 嗯 那么其中有一种危害比较大的 像我们叫颅形满 哦 那么颅形满呢 主要是在人的皮质 人皮肤的皮质 片比较发达的地方 嗯 所以最容易出现在鼻子 鼻子这个地方 所以它堵塞毛狼以后 引起发炎就形成什么 形成九糟鼻子 我们说的九糟鼻子 而且九糟鼻子呢 往往有什么家族史 嗯 比如说家里一个人有了 共用毛巾啊 共用衣物啊 什么 往往可以 因为它那个颅形满 可以从这个皮线里面 皮脂线里面溢出 嗯 所以呢 人与人之间 交叉的像感染了 是可以传染的 嗯 所以往往家里面 一个人又九糟鼻子 还有人家里别的成员 也会有九糟鼻子 所以大家很有明显的 有一个家族史 有一个家族的这个特征 哎呦 所以而且九糟鼻呢 这个颅形满呢 还是比较顽固 防止起来比较困难 挺难治的是吧 对 它容易反复 容易反复 要根除也比较困难 嗯 所以呢 这一个是九糟鼻呢 是由颅形满引起的 这是一种满虫 还有呢 过敏性的鼻炎 包括我们每次 抖动衣服打 打喷嚏 嗯 那么这个呢 很可能是跟我们说的 成满 成满是有关系的 啊 那么成满你吸露以后呢 它会引起一些 过敏性的反应 包括打喷嚏啊 特别是留青鼻的 比如说 鼻子特别痒 一下哗一下 就留那种青鼻的 那么往往是由 这种成满引起的 当然也有可能 呃 成满引起一些 过敏性的 呃 全身的一些皮炎 嗯 那么就像蚊子丁了一样 嗯 皮炎的反应 我想的这些呢 都是由这个 满虫引起的 当然还有一种满虫 我们叫 芥满 嗯 它是在皮肤的表层里面 皮肤的表层里面 呃 寄生的 那么它活动的时候啊 或者说排泄的时候啊 嗯 那么往往呢 特别是在晚上 它活动比较频繁 嗯 所以经常很多人的皮肤上 什么 那么形成最后 特别养以后 挠完以后 形成什么叫戒疮 是吧 大家一说戒疮都知道 戒疮实际上是一种 满虫叫戒满 来引起的 那么这个满虫呢 也是具有传染性的 嗯 也会人 女人之间呢 是会传染的 嗯 那么满虫的危害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满虫的种类也是特别多 是吧 满虫的种类大概占了整个昆虫种类的一半 所以满虫的种类 大大小小 各类种类大概有五万多种 嗯 所以满虫呢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家族 嗯 种类非常多 老师我们听说的一句话叫做 三月不晒背 六万满虫陪你睡 是这样吗 呃 确实您这个 呃 比喻啊 很形象 嗯 呃 有一个人 呃 有一个调查 做过调查 说这个一刻的尘土里面 有多少只满虫呢 有一千只满虫 然后有多少呢 有二十万个 它的排泄物 就是满虫的排泄物 嗯 所以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 有人还专门做过调查 说那个枕头 作为一个比较调查的一个数据 比较有意思 它这个枕头用完两年以后啊 发现这个枕头重量的百分之十 啊 是都是什么 都是满虫和它的排泄物 啊 这个调查可能有点极端 但是从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呢 嗯 就是这个满虫的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 起居的环境里面的数量 是非常多的 嗯 那哪些是满虫的重灾居 我们来看一看 家中藏满大排茶 地塔 棉被 床垫和地板 这几个地方都是满虫喜欢的地方是吧 呃 没错 这几个地方其中最主要 第一个是棉被 一个是床垫 所以讲到城满 因为我们在这里呢 跟我们接触最密切的 可能就是城满 嗯 那么城满最喜欢在什么地方呆的 就是在床上呆的 比如说枕头 床单 被子 被落 嗯 这些地方 城满的量是非常大的 他为什么喜欢在床上呆的呢 因为床上的温湿度 对他来说是非常适宜的 嗯 城满最喜欢大概70%左右的湿度 温度呢 大概是25到30度 嗯 那么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体温 被子里面的温度 和最后的湿度 最好呢 刚好适合满虫的生长 嗯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满虫以什么为食啊 他吃什么呀 满虫吃什么呢 吃人的皮 脱落下来的皮屑 嗯 还有一些真菌 所以人脱落下的皮屑 就是他的取食的对象 嗯 就是太 床上真是太适合他了 所以床上呢 是太适合 这个 满虫的这个生长 嗯 那么除了这个床以外 我们说地毯 地毯也是 容易滋生满虫的地方 嗯 还有什么沙发 嗯 特别是布衣沙发 嗯 布衣沙发里面 那么一些比较厚的窗帘 嗯 落了尘土以后 有尘土以后 这些地方 都是容易有满虫 滋生的地方 嗯 我来问问大家 一般的大家都是怎么对付满虫的 谁告诉我 我们请九号的阿姨回答一下 一般都摆在外面 晒太阳晒晒晒 晒过来拍拍 哦 晒过来拍拍哈 啊 还有不同方法吗 好 六号阿姨回答 我们有一个同事 他身上有满虫是养的不得了 后来医生建议他去买那个满虫香皂 哦 除满香皂 哎 去擦了洗了 嗯 他结果也好了 这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最常见的一些除满的方法 老师给说说到底怎么样 嗯 我想满虫呢 有几种处理方法 嗯 刚才说了用晒被子 是 其实满虫的第一个控制满虫一个最主要的措施呢 我们就是要控制它的湿度 湿度 控制它的湿度 因为满虫如果说低于50%相对湿度 如果低于50%的话 它就很难存活 如果有一个实验 就是我把它的相对湿度降到了40%到50% 那么温度还是25度到34度 嗯 那么持续一周 或者说10天以上 嗯 那么满虫呢 基本上就会脱水而死 哦 所以控制湿度对满虫来讲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呢 第一个呢 叫通风干燥 嗯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通过温度的方法 刚才晒被子 是吧 晒被子也是一个消除满虫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嗯 一般满虫呢 如果我们晒被子在空气中有60度 10分钟 一般满虫就会使满虫致死 在60度的温度下面 超过10分钟 嗯 那么满虫呢 就会引起它死亡 嗯 所以这个暴晒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嗯 嗯 另外我们来看看水洗 水洗呢 就像刚刚阿姨说的 它可以用一些除满的香皂 这种效果如何呢 我想是这样 除满香皂呢 可能是主要是对戒满啊 那么像如果是身体上的满虫 那么建议到医院救诊 嗯 那么它有专门的那个处理的 嗯 那么我们今天重点呢 讲可能跟我们比较密切的是陈满 陈满呢 大家可能最常想到的 既然是成土里面有满 嗯 那么我们可能有一种措施 第一是除尘 对吧 所以可以用吸尘器去吸 这是建议大家使用的方法 包括地毯里面 比如我们地毯 建议大家每周 你地毯里面得吸一次 嗯 把成土去除了 这样可以降低满虫 还有一个呢 要勤洗一倍 嗯 那么水洗呢 是一种方式 但是呢 满虫呢 是非常顽固的 嗯 就是说 大家知道我们常温的 用一般的温水和冷水呢 要对于大多数满虫 叫沙石满虫呢 是一般来讲是没有效果的 也就是说 常温的水或者是温水 冷水或者温水 嗯 对于绝大多数的满虫的沙面呢 是不起作用的 但是呢 它可以去除什么呢 去除满虫的一些过敏源 比如说它排泄物 因为我们知道满虫 对我们危害最大的一个 就是引起过敏性的反应 嗯 它可以去除一些过敏源 因为很多过敏源呢 是水溶性的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水洗的方法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温度来提高一点 如果那怎么刷死满虫呢 嗯 一般来讲 如果用热水 多少热水呢 一般是55度的热水 如果用55度的热水 洗10分钟 嗯 超过10分钟 可以使它们大多数满虫自食 同时呢 可以使很大一部分满虫的这种 我们叫过敏源 嗯 它的过敏源呢 给它消除掉 嗯 所以呢 当然如果用100度的热水 那几乎所有的这个满虫 都可以刷死 包括过敏源 都可以去除掉 嗯 就是那我们的被入可以经常 比如说在洗的时候 用热水烫一烫 对 用热水烫一烫 或者我至少 如果我要消除满虫的话 用55度以上的热水 洗一下 嗯 55度的热水呢 对满虫呢 是有刷死作用的 嗯 好 第二个就是这巴斯消毒液 还有酒精 我们用这种来清洗 可不可以呢 能不能杀死它 呃 因为满虫呢 一般来讲 如果要杀死满虫 一般要用特特定性的杀满剂 因为后面有个问题 使用杀虫剂 嗯 不是所有的杀虫剂 对满虫都都起作用 嗯 而且一般我们的物品里面 可能也不好使用 这种杀虫剂 嗯 所以呢 一般来讲呢 巴斯消毒液和酒精呢 对去除满虫的作用呢 比较有限 哦 第四个就是太阳晒了 对 就是太阳晒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嗯 嗯 老师 像这个太阳晒 可以杀死所有的满虫吗 要晒多久比较好 嗯 一般来讲呢 60度 在空气中60度 10分钟以上 嗯 那么一般呢 就可以把满虫杀死 嗯 但是因为我们背路比较厚 有的满虫呢 在表层 有的在被子里面 嗯 可能温度达不到 所以建议呢 大家呢 背着呢 可以多晒一下 嗯 比如晒几个小时 来保证 呃 满虫的人 能接触到足够的温度 嗯 能够引起它致死 嗯 老师像枕头 刚刚您提到了 就是满虫也特别多 是建议我们经常晒一晒 还是比如说 用了多久 需要一次性把它更换掉 呃 像是这样 我们讲呢 对于枕头来讲 枕套 我们叫定期清洗 嗯 那么里面的枕星呢 我们建议呢 经常用太阳晒一晒 嗯 当然还有一些 说小朋友的一些毛龙玩具 嗯 当然还有我们 可能有一些东西 不方便清洗的 嗯 怎么办 我不 我不能去清洗的 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太阳晒 嗯 还一种呢 如果是小剑的物品 还有一个办法 是冷冻的办法 冷冻 比如说 我可以在冰箱的冷冻室 哦 一般在负17度 到负25日 24小时 嗯 那么满虫呢 也可以冻室 哦 所以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哦 放到冰箱里去冻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嗯 老师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什么办法 能够防满吗 呃 应该说呢 预防满虫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严格的说 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 满虫无处不在 说满虫怎么进到家里来 你可能要出去 不管是你是坐公交车 去商场 还是出去游玩 你的身上可能都带有尘土 你身上粘在这个尘土里面 可能就带有满虫 所以满虫呢 这种要防止它进到室内呢 还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呢 有几种措施 可以预防 或者减少我们家里的满虫 刚才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经常什么 通风干燥 对一些被露啊 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经常什么 晒晒态啊 再一个呢 要经常吸洗被子 还有一个呢 除尘 是吧 用吸尘器啊 经常打扫打扫维生 除除尘 那么这几个措施到位的话呢 我想我们家居的 这个满虫的数量呢 会大大降低 满虫给我们造成危害呢 也会大大降低 老师刚刚提到了 满虫是怕高温的 那有的观众朋友就提出 比如说这个满虫啊 我把这个被褥啊 我用这个运斗 蒸汽运斗 把它烫一下 这样的话满虫可不可以杀死 应该可以的 那么一个是用运斗 包括如果我们医护拿去干洗 那么干洗的过程中 其实也会把满虫杀死 包括我们有一些烘干的洗衣机 那些烘干的洗衣机 如果温度调到55度以上 温度合适的话 对满虫呢 也能够起上面作用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洗完 这个比如说被单的时候 最好就用烘干把它烘一下 这样的话可能对这个沙子满虫 有很好的效果 对如果我们把温度调到合适的 一个温度 比如说55度 超过55度 那么有10分钟的话 那么温度比较高的话 可能很大一部分满虫都会杀死 好的 今天老师给咱们讲了 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 两种虫子 一就是这个满虫 在我们的床上 在我们的衣物当中 在我们的身体里应该 身体这个皮肤上 经常是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个预防 经常勤洗这个被褥 然后呢 多晒一晒太阳 能够及时的去消灭这个满虫 另外还可以咱们讲了 这个黑皮肚 也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 针织的衣服 在家居里 为什么它们会被虫子咬了 我们平时要记得放一些 这个除虫的一些 这个张脑丸也好 或者说是一些合成的天然制剂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还是要控制好这个量 还有怎么悬挂 也有一些的小技巧 那么下一期的万家灯火 再跟我们分享一点什么 下一期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蚂蚁 还有呢 大家比较讨厌的皮虫和臭虫 那么让大家呢 掌握一些这样的房子的方法 这些虫子的房子方法 是的 这个在我们的家居生活当中 其实也特别特别的常见 而且还挺难去除的 到底应该有什么妙方 我们下一节再来请教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万家灯火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